本省中南路一段到三段 也就是按本省保重市开始 一直到保守国秀 每年阳灰宏林伯胜出的規制 人是客家的地摸摸 大家都是要来认识的 本省香港社 为了要让这条路变成真正恩金龙得 透过立法委员阳修宏 香港的中国政策 除了把阳灰宏林伯保护座专以外 也来进行经管立法 以及改制造地车两边的公车号车庭 本省保重市前夕的中南路 每个黄花风荜木大开的时候 都会开 det抹抹抹的林道 也让这个地方先为立行观光间点 不过这段路也很部份展示 因此本省香港社是 高队里面赢手奉的压作 来保曼不同的地方 我们中南路每年三月 都有黄花风荜木 这条黄金大道 在當年都蓋上很多人來看 在這裡這條大道有時候手掌證不夠 產生一些危險 所以鄉長和李偉鄉修鋒來進出 跟公路總局來進出 是不是這條路線可以補助黃花鳳梨木 把它變成真的是一條是台灣著名的黃金大道 公路局我們都說不大幾出 第十四頂也就是鄉南都一段到三段的烈米花工廠已經開始 而且在今年年底就可以完成 到時候也會重心來破爐 增圓鄉這個蠻不錯的景色 那也是一個蠻好的一個黃金大道 工程大概什麼時候完成 預計要花多少行程 工程的部分大致上是希望年底前會把它完成 對那後面會配合這個自來水中工處 有做這個這個導水管跟送水管的工程 那後面我們會希望說它趕快做完之後 我們會把這個路面也把它做一個犯新的動作 本京鄉長進一步之外 中南路兩邊每隔五米都會有一張黃花鳳梨木 加上路邊的公車廳也會做回來改造 要讓這條路變成真正的黃金龍頭 大上海新聞 中西梁 芬芳 蔡芳報道